八次上課 上個禮拜的重點 基本上大概幾個 第一個就是 一樣是 資料如何存成 Excel 跟存資料庫 這兩個目前用的 應該算是 蠻普遍的 因為你資料怎麼儲存 基本上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存成文字檔或 CSB 這個基本上就是三行程式 開一個檔,然後 write 出去 然後 close 掉 如果 Excel 的話呢 其實也沒有那麼複雜 Excel 的話其實 我在雲章白板上面有放 如果你要存 Excel 的話 基本上這邊有個範本 就是上面的話就是 一定要把這上面的三行 放在最上面,為什麼? 因為要建一個工作部物件 然後一個工作表物件 反正主軸就是工作表工作部 然後最後用 append 把資料寫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最後的話記得把它 save 所以基本上 謝謝 基本上的話就是 它的概念其實跟 在 Excel 裡面其實是差不多的 因為 Excel 裡面基本上就是 工作部, workbook 然後在 worksheet 然後在底下當然有很多的儲存格 然後呢,我們如果要把資料放進去 那這裡的話是用一列的寫入 這個我想以後三種 最後的話就是再把資料寫到資料庫 資料庫可能比較麻煩一點點 不過上個禮拜其實我們比較一下 其實寫到資料庫呢 跟寫到 Excel 最大的差別 主要應該在這裡 就是你必須要建立什麼? 建立資料表跟欄位 那其實資料庫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你要預先規劃好 再把資料放進去 那 Excel 的話其實就比較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 Excel 一打開 它直接就給你一個 這個什麼?所謂的工作表 有沒有? 那這工作表裡面呢 反正上面的欄位名稱 就預設給你 叫 A 欄 B 欄 C 欄 D 欄 反正它不用你特別去命名 但是資料庫要喔 資料庫你要給它一個名稱 當然啦,我這邊比較懶喔 拖懶一點 我這邊名稱也叫 ABC 因為我本來會想說 這個欄位名稱要叫什麼 那常常為了要想欄位名稱叫什麼 這件事情 就很花時間了 因為那五個欄位 就跟你生了五個小孩 每個都要命名的話 那這很麻煩嘛 還有現在小孩都生很少 所以名字也不用取那麼多 那以前一樣喔 那個欄位名稱呢 你要給一個規則 後來我本來還真的很認真去 比如說 A 欄可能是編號 那編號可能就用什麼 Lumber之類的吧 然後可能第二欄可能是什麼類別 然後你要給一個名稱 這太麻煩 後來我就想一個懶人方法啦 所以以後喔 你假如只是練習 或平常這個資料 自己看懂的話就好的話 那我的習慣是會用什麼 A B C D 這邊的話拿個名稱呢 我取一個名稱比較簡單 那個後面的話是它的形態啦 形態的話呢 那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什麼型態啦 乾脆全部用TEST好了 有點學那個eSale eSale的話喔 它有點像反正你全部丟什麼東西都可以啦 然後呢之後呢 如果你要運用的時候 你就來轉型就好了 這概念也蠻好的 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做啦 我覺得比較符合那個所謂的大數據的那個觀念喔 因為大數據資料來源 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啦 形態也不知道 然後呢 變動也很快 所以如果假設呢 你用資料 傳統資料庫喔 在這個部分呢 一定會面臨到問題 OK 那當你說 老師那這樣資料庫不就沒有什麼優點了嗎 其實倒也不是啦 為什麼 因為其實喔 資料庫現在有一個比較 我是覺得比較 比較大的優點 就是它背後支援Seql語法 這個Seql語法 將來如果你要撈資料的時候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現在很多人撈資料都是用Seql語法 有沒有 那這個Seql語法呢 你可以撈你要撈的欄位 然後你要做什麼樣的計算有沒有 你要算數量啊 加總啊 平均啊 標準差啊 什麼都可以 不過啦 跟各位講喔 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等同以Seql裡面的 樞紐分析表 OK 所以喔 如果你不想學Seql的話 我是建議你把樞紐分析表 學好 因為兩個 看起來好像是不同的東西啦 但是我用來用去 你會發現 那不就是一樣的東西 做的事情也是一樣 那只是說 因為Seql的樞紐分析表 它是可以直覺的 用那個圖形化工具 有沒有 偷偷拉拉 看得到嗎 知道就出來了 但是Seql語法是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學會那個Seql 然後Seql 哪些欄位 從哪個table 然後呢 什麼 後面是下個條件 比如說 最後可能Groove By 或者是Ascending 你要排序 哇 那些都要背下來的耶 如果你不會 怎麼打Seql語法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查資料的話 當然呢 你可能就還是要建立資料庫 所以 也沒有說哪一個格式 是絕對有優勢的 可能還是要看你實際上遇到的狀況 然後你要知道怎麼去使用哪一個啦 當然如果 假設啦 最簡單的 其實Excel啦 OK 可是如果你有資料庫的需求 我覺得還是非得要把資料庫部分稍微搞懂一下 應該知道Seql吧 SQL這個東西啦 因為現在撈資料 很蠻常用到的 雖然它已經出來超過30年以上了 但是現在好像還是非常的普遍 OK 那會不會繼續下去 我覺得還是會啦 但是未來會不會被什麼取代 我覺得有可能 像現在有個叫No Seql No Seql的話 就類似像我們今天要講那個Jetson的格式 它有Key跟Value的架構 OK 那當然目前不會一下子被取代 可是可能會漸漸的 我發現那個Jetson跟那個No Seql 好像試占率越來越高 感覺好像這個越來越重要 所以將來哪一天如果剛好你遇到了 那你剛好也會的話 那自然而然比較不會 不然的話你遇到突然間 這什麼東西 哇 那當然你就會慌了 你就不知道這怎麼處理 OK 所以底下的話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兩個比較一下 有沒有 所以上面是那個產生Essail 下面的話呢是資料庫 這個在雲端白板的0601裡面 其實也可以看 上禮拜講到 所以我只是把它重點再回顧一下 所以 那今天的話呢 原則上 我們就來講那個Jetson 那Jetson格式請各位一樣開啟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0601 這個單元 那請各位往下拖拉 拉到底下這邊 因為其實這底下還有一些練習啦 因為我們時間可能沒那麼多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有時間喔 你可以再去試試看 有其他的範例 比如說抓匯率資料 那抓的方式其實是差不多啦 反正就是利用下載之後 然後呢 把資料給取得 當然一樣可以存成Essail 可以存成資料庫 那只是說下面這個範例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有畫圖啦 畫那個折線圖 OK 匯率的部分 我想 或許之後 我們看有時間 我們再回頭講 我們後面也會畫圖表 不過我們先撈資料再說好了 好那接下來請各位先看一下那個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應該是第17頁吧 Jason 那這個Jason的話 這邊有一些簡單的敘述啦 其實Jason的話呢 一般或稱為API OK 比如說可能 常見的就是說呢 你跟客戶 或者是跟你跟這個 你的廠商 資料做交換的時候 那通常呢 那會提供一個啦 那一般常見的用CSV啦 OK 可是 現在越來越多會用API 那API的話 通常會用Jason格式 所以常用的話 用於程式啦 網站啦 甚至手機的APP 做資料的交換 那甚至是什麼 甚至是那個 ChallGPT ChallGPT裡面也有API 他用的也是Jason格式 比如說你要跟那個 ChallGPT做資料溝通 他也是用Jason格式 或者你要跟雲端 有沒有 跟像Google好了 Google其實常用的也是Jason 所以其實啦 你說 可能因為你們現在 比較少接觸這些 所以你覺得這東西好像 沒用到 但是問題 如果你繼續 往比較深入的地方走的話 你一定會越來越多遇到啦 OK 所以當然你先學好 你自然而然喔 你學其他的相關的東西 就會 比較不會有一些好像不太知道 或者比較感覺好像 是懂非懂 OK 那越來越廣泛 感覺這個資料數據的未來之心 那擷取步驟的話 底下我分成總共有四個步驟啦 那首先的話 我舉個例子 上個禮拜好像有提到 有一個叫 那個什麼 我們往下捲動 當然在那個 擷取那個Jason格式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用到一個型態 叫做字典 那這個字典的話 跟串列有點類似 那你可以視為 有key的串列 什麼叫有key的串列 就是說呢 它除了value之外 有沒有 它一堆資料之外 它前面會有個key 有點像一個編號啦 OK 所以有key有value OK 所以字典的話呢 第一個啦 它有key 如果跟串列比的話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它的符號 一定是大瓜糊的 所以將來你看到大瓜糊 你就要聯想到 這個字典的格式 那裡面的話呢 比如說 比較常用的一樣 有append 這個是串列 字典的話在下面 字典的話比較常用的就是這個 如果你要取得什麼 比如說你要清掉資料 就clear 這個copy 複製這個應該 那取得的話用get get key 跟value 哪個key的value 你可以透過key 去取得它的value OK 然後再來就是檢查有沒有這個資料 印的關鍵字 另外的話就key 如果你要把所有的key都抓回來的話 那就點keys 小瓜糊 如果你要抓value的話 就點values OK 小瓜糊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上個禮拜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我想要抓pn2.5 這個是環保署的官網 裡面應該叫環保 環境部了 好像也沒有環保署這個名稱了 是不是 我記得好像是不是有升格了 底下 OK OK 那不管 反正這個資料裡面有json 那我們一樣 如果要看到json格式這邊一樣 會有一個下載網尺 那當然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把它點開之後呢 它會出現像這樣的一個格式 這個資料 其實就是它長的樣子 ctrl加 你會發現 哇 打開之後 這個看起來有點很混亂的感覺 有沒有 如果你把它放大之後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大瓜糊的話 裡面就會有一個key跟value key的話就是 冒號前面就叫key 有點像是它的欄位名稱 有沒有 它的欄位名稱叫fils 然後後面的話帶一個小 中瓜糊耶 所以fils裡面的話有帶一個串列 那你要找到頭跟尾 尾巴在哪裡 頭在這裡 這個串列裡面很奇妙的 它又放了什麼 又放了一個字典 所以串列裡面放一個一個的字典 然後底下的話還有什麼 它中瓜糊在這邊結束了 OK 然後下一個又是下一個欄位名稱 OK 但是你想說老師 我要抓的資料不是這些啊 這些資料好像不是我要的 我要的只是說 哪一個縣市它的pm值多少 所以你可以往下找 往下找應該 有啦在這裡啦 有沒有 recourse 這個key裡面 其實這個 你把它當藍位名稱也可以 這個藍位名稱叫recourse 然後冒號後面就是我們要抓的資料 後面我們要抓的資料 它是一個中瓜糊 那中瓜糊裡面的話就是 一個大瓜糊 有沒有 大瓜糊裡面的話你可以看到 大瓜糊裡面就是key跟value 有沒有 那key的話就是它的 應該這個要側站的 OK 然後哪個縣市 然後pm25應該是 這個吧 然後還有什麼 這個什麼時候建立的吧 哪一個date 然後它的單位是什麼 所以其實recourse裡面 我們要抓的其實是這個字典 這個字典裡面的 不是key key藍位名稱不需要 我們要後面的資料 所以分別把這個12345個資料 有點剩放一列 有沒有 它現在是縱向 可是我們現在要把它改成橫向 然後上面就藍 所以你可以想像 上面前面這個是它的藍位名稱 有點像是放在Excel的最上面 12345 然後放value的話呢 就放在它的下面 第一筆資料 那第二筆資料的話就在這裡 但是 因為它的key 重複嘛 所以不需要 所以要抓什麼 抓它的value 也是12345 那變成橫向 本來縱向嘛 你要把它變成橫向 12345 然後以時類推 所以 待會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 把這個資料先抓下來 抓下來就是這些 第二個要解析它 取得藥的部分 就好了 OK 仔細講說 老師你這個 哇 光看這個就很頭痛 所以啦 如果將來你光看到這些資料 覺得很頭痛 而且你不想要花太多力氣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這個資料貼到一個 我自己個人習慣 我可能不會這樣分析 我懶得看 所以我就先開一個 網址 網址的話叫 jsoneditor 所以最好是你們可以記一下這個關鍵字 json 它會跳出editor 有沒有 jsoneditor 這個jsoneditor的話 它是一個 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的話 其實就可以幫我們解析 解析什麼 解析 你要解析的剛剛的那個資料 你可以把這個資料怎麼樣 Ctrl-A 有沒有 Ctrl-A就全選 Ctrl-C複製 然後呢 我的習慣是 切到這個jsoneditor 這個 這個網站 你們打一樣 那個jsoneditor 然後呢 把它貼上 貼上的話 貼到左邊這邊 把原來的資料蓋過去就好了 蓋上 接下來的話呢 貼上之後的話 因為它是文字嘛 Test 請你把它改成一個叫Tree 這邊有個選項 有沒有 貼的時候記得喔 貼Test 把它貼到這邊來 貼到這邊來喔 然後如果你要把它變成一個樹杖結構的話 這邊有Tree 如果你要變表格的話 這邊有一個Table 所以 其實你如果懶得去思考 到底你的資料在哪裡 你可以這樣 先貼上 然後Tree Tree這邊有Tree 有沒有看到 Tree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這些樹 樹狀結構 你可以把它收折 有沒有 收折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資料 你可以找 有沒有 它這個收折表示說 它裡面有幾個欄位 總共有十個欄位啦 有沒有 它這邊有十 那你展開之後的話 十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 然後Fills 然後後來 你可以每個展開來看有沒有是你要的 好像這些都不是我 那一直到最下面這個recourse 你可以把它展開來 後面會跟你講說 有78個items 表示說有78筆 資料 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要抓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打開 可以看到你要的 將來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針對這個資料 去取得 這個 你要的那個關鍵字 就OK了 所以請各位也許配合一下 那個什麼JsonEdit 那旁邊有個Table 你可以把這個Table展開 但是 他這邊 Table之後的話 他問你說 他看到裡面有一些array 到底哪一個是 我們看一下 editor recourse 78應該是這個 點一下 有沒有看到 他會自己幫你把它轉換成Table 所以 這個Table的話 你要告訴他說 你要的資料 是哪一個key 然後他就會幫你把這個key裡面的資料 轉換為你未來想看到的一個Table 一個表格 但是這個表格 我們怎麼樣可以把它存 第一個啦 當然要先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 要把它存檔 當然常見的也許就把它存CSV吧 或者存ESale 或者存資料庫 那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先稍微熟悉一下吧 畫面先換給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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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